各位好 欢迎再来回到五师日文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 学有学习这个课程的心得收获种种 所遭遇的问题 那我们今 这次要分享的是 是这一篇所引申出来的 在上次呢我们谈到呢 这一篇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呢 原来 在最后这里 这里 前辈学有的共鸣分享 我们看的这篇也是很好玩 这篇也是你看 在方健学了一年的日文 原来是如此的不足 那么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利用记号表格 把各种著词分类整理 让我犹如打通认读而迈 以前困难的长距呢 阅读现在利用 我们这个无私人的方式呢 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困难 37岁一位应用数学的 大学 成都的人 这个毕业的人士 然后呢参加第17天 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来点这个 事实上我们刚刚在找这个 是我刚才又看了一下 你看这个大概就这样 像这个13天嘛 跟着怎样呢 这个我们这样方式 竟然可以症结解出九成 自由造句自己也可以的 OK 你看这个很多啊 像这个一样嘛 同事参加无私日文 而日捡一几二格 因为这个实在是 然后学习 他自己学习 这个情况 然后他发掘讲者或课本的内容帮牌 都让他学习日文保有很正面的态度 OK这个一样嘛 这个18岁日文系 那么 这个就我们记得了 他是日文系的 因为在班上落后啦 但是他一参加我们 我们就会让你 我们会让你变成班上至少前三名啦 每个人的 虽然说读书技术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方法正确的话 还是可以很厉害 这个你看 这个都一样很多篇啦 各位有兴趣的话 再回来看 那刚刚说要说这个 我们就直接点进去看看他 他这位学友呢 他分享什么 RSL学友 好 我们看一下 他说虽然比 这个因为我们请学友 就是参加这个课程 上完一本 或者一个阶段 或者最少一个月 请你写个心得给我们 以便让我们协助维持 这个正确的行向跟行数 以便呢 协助各位如果能一起的 达到这个目标 那这一位呢 他修完我们的文法述成公式大公开 我们把日本的文法已经归纳成宛如算数的九九成华表了 那这个九九成华表 只要各位会的话 基本上 文法方面基本上不会有很大问题啦 然后 然后这个是白话文法 然后因为无视日文的学友 白话文法可以学到很好嘛 所以就有能力来学这个文言文法 所以呢 无视日文也有较文 就是还遗留在现代日文的这些文言文法啦 我们的目的是协助各位呢 很快的学会使用日文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协助各位成为这个怎样呢 日文的学术上面的专家 那个等各位考过N1之后 自己就有能耐 逐步去成为了 我们目前呢 我们在协助各位合格N1之前的目的就是协助各位能够快速的使用 能够马上实战 OK好 那么呢 他这位学友呢 他在写完这个 这一本速成功是第一本 大概20来小时的课程之后呢 他就说啊 虽然比自己意气的时间长才把第一阶段听完了 但听完之后 这个还20几小时的课程而已哦 才知道自己在坊间学了一年的日文原来如此的不足啦 尤其呢 老师利用记号表格把各种注子分类整理 OK 让我有 有如打通的热度二脉 以前困扰的长句阅读 现在呢 利用这个方式已经不像之前节目的困扰了 长句的哦 事实上是一直是我们学习日文的一个困扰 因为传统日文哦 并没有教我们哦 如何绝大部分 没有没有没有很很高效率的教会我们如何高效率的能够断句 尤其呢 很多传统的教材 如果各位注意看 他都是空一格空一格的 各位如果有传统教科書 你把它拿几本来 我相信各位的 就这个日文的参考书里面哦 教材里面一定有一些书籍啊 是空一格空一格的 那这些是我们之前有说过 空一格就是因为他不晓得教我们怎么样断句 所以他干脆把我们断好 然后呢 解释完意义之后就要我们去背 并没有教我们这些断根断句跟断句之间的原理 因为不晓得原理啊 不晓得怎么教啊 OK好 所以呢 他自己 现在他学会长期阅读的 然后呢 俄老师讲解的时候一直重复复习 即使自己还没有详辈啊 第一阶 第一阶段下来也大概记得90%了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请学友 如果可能的话 请各位尽量密集 像呢 如果遇到三天廉价 像接下来马上很快的就是那个元旦啊 春节啊 各种假期 你就礼拜五晚上就自己把自己就闭关了啦 手机全部关静音了 然后反正礼拜六不用上班 礼拜天不用上班的话 你就一直读到你哦 累倒为止 哦 你就听到整个在打瞌睡都没有 而且花一集在打瞌睡就去睡觉 哦 我们有说过哦 人类呢 上学习一个东西晚之后 不要再听什么新闻 不要再听音乐 马上倒头睡觉的话 让记忆来沉淀 这样的呢 记忆的定着哦 这个 的效果会最好 记忆最能够整个这样定着在一个我们的脑海里 OK好 那而且我们也建议说哦 各位在怎样呢 这个整个课程休闭之前 请建议各位不用自喜啊 也不要复习 不用预习 也不要自喜 也不要复习 你就听我们的课 把时间全部听课啦 因为有人带领会比较快 带领到后来将来 各位有一天想要自喜 想要预习 各位都知道应该做哪些事情 这样效果也好 那不用担心会记不住 很因为我们只要是重点就一直重复 会持续的从各种角度来重复 让协助学有记得 所以你看他自己没有想背大概记得这样子 那 OK 好那他说呢 这个行农池温暖 我还不够熟练 有几个位置有变化 没有错 因为行农池有一些东西要搬家了 好 那就好像九九成花表 刚好卡了 结果是没有啦 日文是有几个地方呢 他有一些 一些变动 那小变动 你知道搬到哪边去就好了 不过你看嘛 他说虽然我目前反应的输入还不够 因为 因为他都是听课而已嘛 还没有详细去背他嘛 不过相信只要每天多练几次一定会熟练 是的 所以我们请各位尽量就这样的 每天 有空时间到就就准备听课就是了 现在这个太方便了嘛 即使用手机当热点 然后这个平板去接个WiFi 一样的带哪里都可以 只要有WiFi的地方就可以上课了 OK 那像这样的学友 我们大概就是 这位学友就是会过至少都过N2了 好 我们常常会公开承诺 你参加没有多久就会过N2了 因为N2讲的对无私人学友是太简单了 太太太简单了啦 OK好 这是呢 这是我们这一位学友的情形 那像这个也一样啊 我们再点进去看好了 这个讲真的 这个随便点都没有关系 因为每一份都是学友写来的 那我们看了就会知道 他当初写什么来啦 OK 那像你看嘛 已经在日语读了一年半了 还没有到N1嘛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 就是如果你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在 你在日本上课当然人家是用日语解说嘛 那这样的吸收程度怎么会好呢 当然不可能会好嘛 就听不懂啊 听不懂所以才去留学嘛 可是呢 这样就要花很多时间了 OK 好 那 这个 像这一位 你看他说 我没有听到这位准学友的来函 他说 当初留学前 就有听同志在推荐五四日文 可惜我当时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在呢 XX语言学校呢 这个的语言学校念了一年半之后 还没有达到我当时的目标 OK 所以呢他自己哦 下决心希望能够借由五四日文哦 给自己一次机会今年七月可以哦 因为显然的这一位刚才我们看到春节两个字嘛 没有错嘛 那你看人在日本 所以他是专业在读的哦 对不对一天他是已经在日本嘛 那既然专业在读的话一天至少都有八小时嘛 那春节二月的话到哦 三四五六四个月嘛 四个月有一百二十天 那一天即使八小时 这个学友即使是零基础 吴斯文一样可以学说他恩惯合格 因为因为 因为一天八小时一百二十天算一百天就好了啦 一样有一百小时了 已经足以合格了 以吴斯文的来话 你不要花到一年半的时间啦 OK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哦 这一篇应该单独讲才对 这个在这里讲太可惜了 你看哦 因为日本薪资也很高过台湾嘛 对不对 费用也高嘛 我们事实上算过呢 事实上如果你在日本哦 留学个哦 如果一年半的话 轻易可能八十万到一百八十万哦 这个台币都可能了 就看怎样呢 看怎么样花钱 OK 那这一类东西很多哦 像这个一样哦 哦 哦 N2进步了18分 达89分 仅差一分就合格 N1呢 他下降四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显然还没有N2合格 所以基础还不够 那N1则记随便一下就四分 这个很自然的偏差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 好 怎样好担心的 不用担心的 OK 哦 哦 这一位 看到这一位我们就想起来了 这一位 是一位香港学友 我没有在香港学友 然后 名字我们还记得哦 这是姓郑 是 这一学后来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 你看嘛 他零级 11个月又10天他就N1考到160分了 对不对 如果你会读书在像无私文这个东西真的就效果就很好就对了 所以他就考到这么高的分数嘛 哦 160分 然后这个好玩哦 后来他就去 当然就申请到日本去了 你知道 申请到日本去 他申请到先到那个 我们去的好像找到点还是KO还是庆英大学的这个大学的日文别科去 然后再学了怎样呢 再学了七个月就再度就考了一次的N1就满分了 这个这一学友的话哦 我们找一下好了 直接 直接看哦 竟然讲到了哦 满分的 看一下哦 在这个无私日文的 这个Q&A资料库这个分享系列内 各位输入关键字然后开始查询 就会查到了 查到好像这些都满分满分 这一位我看一下 这一位你看刚才ZNC嘛 这一位学友 他是N1满分 OK 这一句N1满分 然后 回想我的学日语的生涯就像梦境一样哦 满分 OK 就是你看刚才看的这一位嘛 哦 对的当时我们就讲哦 我们再度确认他的上课基督发觉他不只缔造满分 而且缔造的可能后辈都很难以突破的快速N1满分 哦 因为他是 他是 他是怎样你看嘛 他是7月21号才加入的 他的满分是怎样呢 是 看他是你看 他是20117月哦 这个是2012的12月 所以是一年半嘛 齁一年半 我们记得好像16个半月还是7个半月啦 齁他就满分了 OK 那 那 这是我们当时有copy他 他的那个决心确认函 OK 我们我们都请 因为以前那个时代都是体验光碟 现在就不用那个光碟了 现在各位直接上YouTube视听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的就会请学友写一个我的学程决心齁 目标跟读书时间计划的确认函 那他写来之后齁 然后 他说他要参加2011年12月的 他现在是2011年7月学来的嘛 OK 然后 这个情形齁 那他说呢 从小在外国长大 到中学才返回香港升学 高中后他进入了电视台工作 四年了 现在四年 我本来想用一年的时间在香港的日本语学校 读一年的课程 但是他到9月才开学 他不想浪费时间 所以就找一些50英的书籍 尝试在这个 这间学校开学之前备50英 可是他发觉50英很难备 齁 齁 借此呢 他就在这个网路上呢 问问人找找资料 看看有没有方法呢 可以快速备会50英 有一天无意中呢 他看到了我们的日文网 然后呢 便呢 去索取了光碟 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好喔 现在是YouTube很多可以 马上一点下去可以试听 201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还是只能从台湾 寄个试听光碟给这位学友 正学友 然后 齁 他看了视听光碟才知道说 齁 原来你只要明白 原理跟公事啊 其实50英很简单 我们以前就说50英本来我们 汉字 汇汉字的人本来就是 汇了三分之二了嘛 剩下不会只有三分之一 而那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也是有机可循啊 所以并没有那么困难啊 OK好 好 他以前在电视台工作嘛 哦难怪他后来 这个有意思 各位知道他后来这位正学友 后来 东大硕士拿到之后呢 201415年那个时候吧 他回去香港成立了怎样呢 电视制作公司 电视节目的制作公司 后来呢 而且在日本跟香港都各自成立的公司 当然嘛 OK 好 有那么有实力的 他说呢 我希望当我完成课程 可以在哪里的电视台工作 另外一方面呢 我在日本 解释了很多日本人做朋友 但是大家的沟通啊 只是用英文啊 由于英文彼此不是母语嘛 所以沟通上很难的 确实沟通 希望尽快学到日文 这个很可惜 就是写到这里 没有后来 后来就只知道合格没有再写 我相信后来的日本朋友 一定对他的日文的进展 一定是很惊讶很惊讶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 都是只能用英文沟通 突然呢 经过了没多久 他怎么恩万合格 哪有人这么快恩万合格的 再来怎么又满分了 然后呢 又考到了东大 然后东大又毕业了 这个 他的英文能力大概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要请各位 英文能力也顺便写来 是因为这个是可以转用的呢 尤其英文的文法概念 如果英文的文法概念很很很好的话 大概呢 可能会再 再少个50到100小时都可能 那单字呢 70%很够的啦 因为日文的外来语大部分是英文嘛 而这些英文单字 事实上都不是很难的单字啦 所以70%几乎都涵盖了 几乎所有的日文的外来语的单字 除了一些 德语啦 荷兰语 法语的这些非英语的齁 这些外来语之外 几乎都应该一看就懂了啦 齁 然后呢 大概这样的情况嘛 OK 齁 那我 所以 哦 你看那这位学友齁 我跟他讲齁 你从小在英语圈长大 还能用中文输入法齁 写上这样的文章来 事实上不简单啦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请各位写 写 写来一个学成 职业性的缺点凡事 我们也顺便看看各位的呢 语言的运用能力 大概到达什么程度了 那 如果有需要我们 这样的话 如果需要特别额外的协助 我们才有办法提供协助嘛 所以呢 这个 没有情况嘛 哦 没有错啦 哦 他是他事业就就读那个 没有错啦 就就读了 企业就满婚了 这一位学友就对了 OK 好 哦 真的 我们没有想到呢 他留日八个月就这样呢 已经到达满婚了 你看嘛 他刚好前 大概前一半的时间 他不是在 十一个月的时间 他不是在日本读的 可是后来的八个月 总共加了十九个月 哦 十九个月 然后一年半嘛 一年一年半十八个月十九个月 然后 就满婚了嘛 OK 所以讲到这个记录以后要破很难 但是呢 嗯 如果有人真的决心要破 还是可能的 哦 还是可能的 但只是现在呢 改成这个相对计婚啊 哦 有一个问题 改成相对计婚之后 题目有有有几题哦 他是故意出的很难 反正 这一题如果全部的考生都没有答对啊 反正大家都不计婚无差嘛 那只有少数几个答对也对这相对计来讲也没有差别 所以呢 现在的恩贯他是有几题 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哦 是非常困难的 不像以前绝对计婚绝对计婚你不能出那些怎样呢 人家没有办法满婚的 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了 应该是个正常的题目 只要真的能力够就应该能够答对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那个题目当然很难了 不容易出题 而且每次出题会产生难度的偏差 所以会产生7月比较困难 啊12月比较啊 7月比较容易 或者12月比较困难 会有产生的题目上偏差 那因为偏差所以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嘛 我参加7月的比较容易合格 参加12月的不容易合格 那搞成相对计婚之后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但没有了也产生其他问题啦 相对计婚的结果 对欧美的学生真的是非常的不利 但是这个没办法 如果就是实力跟我们考托五的话 也没有人管我们是 因为是我们是汉志谦的学生 所以呢托五的分数就降低 也没有了 在这个都很好 在有实力的话都不怕就对了 然后 然后 他当初 哦 哦 他他本来说还在问说 还有没有我们没有学到其他课程 哦 那 哦 想要进家没学到课程 但是呢 我们认为你这个连一楼班都修币了 我们其他课程里没有必要修了 没有修币 没有必要 你把这个这个费用就直接拿去 买一大堆的日文书来读 这样一样就可以了 这个 还是金子爱财取之有道 所以 当初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满分了 对啊 OK 然后 所以说 他我们说 我们就知道 我们以 哦 我们无私日文已知正学有的记录至少有 第一个 你学习日文十一个月十天 就是零几 直接达一百六十分 这是很高分的一百六十分 哦 一十一有十天 然后呢 留学日本哦 八个月十天之后就N1满分了 哦 我相信这两个记录我们想是香港或者大洋洲的怎样的 的第一的 没有人这个这个记录了 虽然以前也有满分记录种种 或者更年轻啊 这个 但是呢 这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了 OK 好 那当时我们也是有请说 如果能这样 因为网路上假信息太多了 哦 那 如果有人需要我们提示成绩 但会有困难 所以呢 就是那个时代我们讲 你把 用个 数位照相机 手机可能没有的话 把他那个怎样呢 就是寄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那个 心得啊 就是请各位 如果你合格的话 请把你的 这些成绩大家分享 那 各位没有分享 真的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足以去哪 然后这个 这个反正啊 信者很信 不者很不信 这个无所谓 已经够很多的量了 这个是大概呢 一个情形 OK 拉哩拉扎的 我们本来 只是为了讲 这一篇 在日文呢 日本语学校学一年半没有达到 结果是变成是 谈到了我们 香港学校的分享 OK 那 有关呢 这一篇的分享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再见 加油